订阅关心YouTube 即时文法 智慧对开 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能往生成功 有很多出家人 都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你看这出家人多好修 我们看这个人剃度出家以后 他的道业就比一般的居士 还要精进很多 进步很多 长进很多 为什么 当你还在上班下班 打卡 还在拥拥碌碌 采米油盐 酱醋茶 揭晓 还上学下学 晚上洗衣服 夫妻吵架 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你还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都在精进于道业 一天 两天 三天没有停止 出家没有放假的 我们还有礼拜六 礼拜天的 周休二日出家人没有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修 他一下子就超越一般居士 原因就是在这里 而你要知道我们现在 有很多世俗的纷扰之事 这些事情你要慢慢去减少 专注在佛法的道业上 会积功累得 要积聚很多的功德 不仅要待业往生 我们也要消业往生 把自己的业消得差不多的 干干净净的 我以前讲过一个公案 对不对 他讲到了那一个人 那个人是 他要往生的时候 一般往生起有很多的病痛痛苦 他没有 他说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往生 他的功德做大了 这个人 那个是谁 那个是台北 以前有一个老法师 在红法没有地方去 没有人要他 他在哪边都没有人 收留的时候 因为他要讲经 有的寺庙不让讲经 你知道吗 那些寺庙讲经 经颤谁做 大家都听经 觉得原来修行 不是只有一直敢经颤 去超度死人 对不对 那以前 那个住持有的观念 是很封闭的 他说 那这些人 听经文法以后 都要以正法 以次第修行 那经颤谁做 所以有的就不欢迎他 那个时候这一位 那位往生的是一个女的 是一个图书馆的创办人 他供养 那个法师到他那里 就给他一个 弄成一个像小金色 其实就家里的小房间 供养他可以安住在那里 让他在那里开始 对少数的人讲经红法 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现在 那个功德大了 那个一定都往极乐世界上品去了 你晓得吗 所以他灵命中的时候会说太舒服了 那当然舒服 所以你看人家也是居士 人家也有结婚 人家也有小孩 为什么他灵命中的时候太舒服了 直超净土 他就是有消很多业障 积了很多功德 是不是 所以人我们都做得到的 人都做得到 就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点选右下角 订阅关一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